10號到1月16號 看你的太陽星座跟上升星座 來看看你的運勢如何 來從一顆星開始來揭曉 如果你的太陽上升是雙魚座的話 雙魚座這個禮拜要小心喔 小人在背要低調提防 有人在背後說你的壞話 我要低調低調 不要亂講別人的閒話 來一顆星還有射手座上榜 射手座這個禮拜 工作壓力太大 事情進展的不順 然後你要適緩則緣 就是事情慢慢做自然的事情就順利了 再來一顆星還有獅子座 獅子座會遇到的情況是 維護至尊 暗地角力 就是你明明知道你自己已經錯了 但是因為你很愛面子 所以要更加在那邊鬥來鬥去 事情就停擺在那裡 你還是生蛋放低一點還不錯 再來我們看三顆星呢 天平座 天平座會有貴人相助 不管你有遇到什麼困難 這些困難都會解除 再來三顆星呢 還有巨蟹座 巨蟹座呢 這個禮拜 伴侶好像有點小小的心事 小小的麻煩 然後因為你出手就把這些事情搞定了 OK 再來三顆星呢 還有牡羊座 任小牡羊座 來 人盡應酬 累計人脈 在這一段時間呢 可能會有人跟 約你去吃飯啊 談一些工作 在這個時候會認識很多朋友 對你都是有幫助的 再來我們看到 四顆星有誰呢 還有雙子座 雙子座呢 這個禮拜呢 偏財運旺 意外好運喔 可能有人會送禮啊 買個樂透搞不好 你都會中獎喔 四顆星呢 還有馬丁天蝦座 天蝦座呢 這個禮拜 過眼力挺 身勢上揚 特別是在你的工作方面 就是有人在你的職業上面 會幫助你 幫助你的工作 再來四顆星呢 還有金牛座 是上榜的 來金牛座 暗部就班職場出色 工作表現得非常好 嗯 五顆星呢 是處女座 來上榜 處女座呢 欸投資運望 人際開懷 就是呢 人際關係非常的和諧 投資運氣也不錯 再來五顆星是誰 水瓶座 水瓶座 水瓶座這個禮拜呢 自我犒賞 桃花運望 自我犒賞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禮拜沒有很認真工作 但是很認真花錢啊 燙頭髮啦 然後做一些吃飯啊 讓自己開心的事情啊 桃花運特別旺 來五顆星呢 搬給摩羯座 摩羯座呢 這個禮拜 鬥智昂揚 事業看好 工作的部分特別好 現在呢我們來加碼 桃花最旺的是水瓶座 事業最旺的是摩羯座 然後財運最旺的是雙子座 波老師要跟大家預告 下週 各生肖的整體儀式 老師 那麼所有生肖 我把它分成四組 來做個說明 第一組豬兔羊的 豬兔羊是 穩住正腳 不宜照進 對你會比較好 所以有三個讚的評語 好 下面是狐馬狗 狐馬狗 狐馬狗不錯 狐馬狗呢 是強勢主導 展現魄力 就是在職場也好 朋友之間也好 你很強勢的主導 這會成功的 所以有四個讚的評語 下面蛇肌牛比較小心喔 蛇肌牛的話 是自信過頭 反應出錯 就是你可能自以為了不起 結果你 倒楣的就是你自己 所以只有一個讚的評語 好 最後 猴鼠龍的最好 猴鼠龍是理財精靈 穩定得利 表示你非常的厲害 又賺了不少的錢 所以是五個讚的評語 然後十二生肖呢 我又加碼了三個特別好的 首先第一個 錢財最旺的 錢財最旺應該當然是在這裡面喔 是鼠龍的朋友 事業最強是 是屬老虎的朋友 也是一樣 請問是任翔 屬老虎 他們都知道 誰有心笑 最後呢 桃花最紅的 是賴上岡的 一樣 屬老鼠的朋友 哇 夫妻恩愛 夫妻恩愛 真的耶 運氣這麼好 來接下來